我们现在收工了 然后要去进行下一个工作 去干什么呀 去副歌和文鹏 出发 好 杨老师 每次朋友们都很关注你最近的剧俗生活 可以大概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啊 就不知不觉我们应该剧俗他两个月了 然后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想给大家分享的吗 恒念天气阴晴不定吧 就比如说就像今天5月26号了 还有点冷 然后前两天就很热了 所以有可能今天是有小太阳 天天有空调啊这种感觉 就是突然之间就下雨了 每年恒念号我觉得都是会这样 今天在拍隔壁祖就拿大喇叭在喊 就是会剧俗跟剧俗之间 你经常能在一个地方听到要听到什么 前两天我拍一个戏在那喊 然后我工作人员他们问是不是我在那条街喊 说因为隔壁的就是以前认识的工作人员 在布置景听到了我的声音 觉得是不是我 就所以感觉恒电很小 还有就是剧俗的上半时间很不平 我最近在很变拍戏 路程都是15分钟啊10分钟 像上下班基本上都是早上六七点 然后晚上六七点最终 就还挺享用规律的生活 那最近往后有买到什么东西呢 最近有买到那个大可达亚 可达亚 可达亚 可达亚的那个 看你帮我吃了帮 对啊还挺可爱的 然后520给自己买了一个包 但我爸也送我礼物了 他我爸送了尾床鞋 今天上网冲浪有没有什么 觉得特别好玩的热闹 或者有趣的内容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有看到王兴玲 就是很多男版的王兴玲 在跟王兴玲那种合唱啊什么的 然后本草纲目刘庚红 这个道操看了很多刘庚红女孩什么的 还有Vivi女孩 很有意思 还有比较搞笑的是那个 有一个大妈的梗 退退退 我发现好多微博留言底下 都有一个腿腿腿 然后就到了 看我们图片的街 这里是什么黑的 呀 这么黑呢 我今天拍的这个地方 我每天想给你们来 就今天拍那屋 我就来了三次了 他们 因为有再拍一种 今天有再拍 横店马上进入夏季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不会再冷了 横店的夏季很头疼 真的是太热了 我只有前年是在仙居 还不是被热热中枢 而是被仙居那个太阳反射到前面的石子 因为石子在往我身上反射 然后我就一下子就中枢了 然后去年中枢的地方是在一个走道里 就是那种室外的走道里 但是我要披那个很厚的毯子 希望今年不要走 夏天有什么防暑想要不要找吗 就只有那个风力大的小风扇 还有剧组的有剧组会有那种小空调吗 一拍完就打热不放吹衣服 把袖子敞开 然后那个空调从那个袖子封进去 你这样那个衣服可以储存 一会儿去拍的时候还能 没那么热 别的吓人 我现在都不用人影了 来 我们到家了 没错话看一下 好 输了 回去了 录的不是他顺利 挺顺利的呀 没唱还好吗 脏都哑了 拜拜了 拜拜 拜拜